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來到Honcouver Podcast 在線上就是Nicole Chan,她是加拿大的註冊移民律師 我們每個星期就是講一個很興奮 對於我們的聽眾很興奮的移民的題目 過去幾個月我們一直在講的是洗底criminal rehabilitation 就是如果你們有一個案底的話 怎樣可以利用加拿大移民法授予你的權利去申請 Formal的洗底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的 有不同的案底案件就不同的申請不同的要求 我們通過一些Case Studies去探討 經常我們看到的法律 我們找到的Case都是在香港法庭公開的一些資訊 今個星期的Case就講1999年9月3日發生一件事 有一班電影製作人員就在一間餐廳 凌晨3點45分在拍戲 拍拍拍拍拍得下的時候 有一班人說要收保護費 拍戲的組員就報警 警察迅速趕到,捉了他們,告他們勒索,英文叫Extortion 香港的法律,Extortion 都是很嚴重的 最高刑罰是14年 我們聽聽Nicole的意見 在加拿大,這個Extortion 或者勒索 是否同樣是很嚴重的罪惡? 我們這幾個星期說的罪惡都很嚴重 這也是一個嚴重的罪惡 如果你在加拿大,第一,這個加拿大是犯法的 第二就是,它是為生命受監獄 變成你可以坐整人監獄 如果你是用任何責任何罪惡 你用罪惡 你要叫一個人做一件事,或者不做一件事 在這個情況下,你叫他付錢給你 這個就是Extortion,就是垃圾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罪惡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罪惡 變成,如果它已經幾年前發生 它已經十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它就可以申請小弟 你要等事情發生過了 首先你要等你坐了全部的監獄 或者你賠了全部的錢等等 就是你完成了你的罪惡 然後之後你再數五年 你就可以申請小弟的 這個因為它是很嚴重的 就是犯罪惡惡 它不是定義的獲惡惡惡惡 就是變成了加拿大的Visa Officer 他看你的項目 他有權可以拒絕你 如果他覺得你是 就是你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你是沒有認真地去悔改的話 嗯,OK 因為這個勒索 是一個很嚴重的罪惡 兩者是香港和加拿大 雖然是1999年過了24年 雖然這個Extortion 都沒有再犯過重新做人 但是他就是因為犯了 24年前發了嚴重的罪惡 那就是移民法 是給他權利去申請rehab 去說服移民局 說他已經rehab了 要做一系列的文件的 這樣 多謝Nicolline 如果你覺得今次的case 和親戚朋友 你自己有用的請來和我們share 如果你想我們講其他的topic 請你comment留言 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的case 就想和我們做一個private consultation 請你PM我們 多謝Nicolline的時間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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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